哈囉 大家好 我是Teresa 那今天來跟大家談談什麼叫做房貸 那房貸的顧名次義就是拿房子去抵押 那我通常會有兩種 一種就是我今天要買新的房子 那我錢不夠 所以我就跟銀行呢 帶了一筆款上出來來購買這一間房子 那第二種就是我本身就已經有房子了 然後呢 那我現在急需要用其他的錢 那所以我就把房子拿去給銀行做抵押 然後借了這一筆款項 那通常在房貸的事件裡面會有四種 就是固定型、然後機動型、然後理財型跟理債型 那什麼是固定型呢 其實就是相對的就是像一般銀行的利率是固定的 就談好我們接下來的利率是多少 那固定就是多少 那機動型呢就是跟著央行的機動利率的部分 去做上下的調整 那在理財的部分呢就是我跟銀行先談好 那我接下來未來可能會有需要用到錢來做理財的部分 那我先跟你談好之後 等到我當時想要用的時候呢 就可以去借這一筆款項來使用 那理債的部分就好比說我們自己身上有一些房貸啊 或者是信貸或者是很多的貸款、學貸等等的 那我們這一些部分拿來做整合之後 我們用房貸呢去還清這些貸款 那這就是理債型的部分 影響房貸的因素呢有兩種 那一個部分呢是你自己本身的條件能力 比如說你自己的薪資或者是你自己的資產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就是你自己本身這間房子的一個條件 那不管是屏數啊或者是你大小 或者是他住落的位置都會有所影響 那最後呢就給大家一個小提醒 那在我們借房貸的時候要重視四個部分 那第一個呢就是利率的部分 那再來就是呢有沒有房約有沒有寬限期 那再來就是借款的年限 那在第四個最重要的就是他可以借你多少錢 那以上呢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囉 那我們下次回再見